宜蘭縣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友善校園週 善用5WC考法當個聰明小偵探的宣誓活動 在壯尾國中來舉辦 校方特別安排精彩的口勤表演揭開序幕 宜蘭縣政府從110年起配發本縣俠內國中小學生防身警報器 並且拍攝宣導影片 提供各學校宣導叫拉跑的口訣 而為了加強防身警報器的宣導 中文國中學生也透過短句 來呼籲學生熟悉防身警報器的使用 並且務必隨身佩戴 防其擦銷採用堅固的繩索電子 以避免學生掉落而遺失 中文國中學生還透過短句 宣導善用5W的思考法 加強宣導學生人身安全 以及重視網路成癮的傷害 以防止網路詐騙等等 當個聰明的小震撼 這個網站的目的為何 他們為什麼會發給我紅包啊 他們可以借時再取廣告費啊 也有可能是要藉由連結 便取個人資料啊 真的假的 W的思考法 還有拼出校園的四組好能力 所以今天特別來關心 那宜蘭縣政府 關心所有的同學們 希望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能夠快樂的成長 認真的學習 那校園裡面的校園的安全 剛剛呢 我們的叫拉跑 這個很重要 如果看碰到的膽子 我們就叫拉跑 大家呢 都要注意 所以我們希望呢 能夠呢 讓我們的小朋友呢 能夠很平安 很安全的 來長大 這是我們的腦袋 腦袋就是我們的精神研究 那遇到什麼狀況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思考 目能想 讓大家更能夠 好好的應用 我們的一個智慧 跟發揮 來判斷 所有的事的一個狀況 這些不得體 我們不能 對我們侵入的一些 義務啊 做一些警告 然後我們 做一些求救的方式 善用的這個5W 這樣子的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英文單字 但是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在何時何地 或者是你在什麼樣的時候呢 需要來做這樣一個求證 你如果陷入到那個陷阱 包括你們這些姓生的同儕 裡面如果有人 發生照顧情形的時候 你們一輩子都會被他綁架出來 那這樣就是 你的那些托錢你就托下去 那我錢 會用詐騙那個金錢 你欠他錢 他會有這種方向跟你充滿 縣府期望透過友善校園週活動 引造安全 溫馨 視性的學習環境 以及健康和諧友善的校園風氣 也喚起各校師生 以及社區的志工 對建立友善校園的重視 武道有思考法 武道有思考法 當個聰明小偵探 當個聰明小偵探 聽出媒體是讀好能力 聽出媒體是讀好能力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 採訪報導 周美女的志工好可樂 烏莉